好,现在我们想讲一下这个南方艺绝香酥酮子气的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主要配为三个步骤 第一步是腌制,第二步是乳制 最后一步呢,就是杂制 腌制呢,需要这个腌制的老汤 这个老汤呢,制作也很简单 然后是需要这个二十斤的水,放在锅里面 然后加上一斤味精 一斤半盐 然后呢,是一斤白草 放好那个大料包 这个料包呢,主要包含里面是二十种的大料 然后放在锅里面 好,现在我们就把这个盐 糖,还有贵心呢,就放在这个锅里面了 然后让它呢,开锅 开锅以后呢,把这个料包 把这个料包用包,这个包一下 放在锅里面 锅里面的水呢,多放一点 为什么呢?就是它在这个,就是这个汤的时候呢 它会这个消耗一部分 这个,把它料包放在里面以后呢 就开始这个大火 它开锅以后,大火十五分钟 然后呢,小火,然后再慢慢的三十分钟 然后它充分的把这个料包里面这个料呢 这个发挥出来 好,我们等一会儿啊 好,让它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 好,这里是我们从市场买来的鸡 这个东西是鸡蛋 这个这个鸡蛋 这个鸡蛋的价值呢 我为这边是 大概这个八块钱一斤 这个鸡呢,是六块 它这个鸡呢,里面就是 它里面带这个,这个鸡干呀 给它们给弄干净 嗯,如果你也是鸡蛋 就是把它挖出来 可以,能够拿出来就行了 如果就是你卖呢 就是让它带里面 因为你已经花钱买了 好,我们把它洗一洗 其他意思说呢 放在这个鸡鸡的汤里 放在里面,然后 鸡蛋 这个鸡呢,把它放在里面 腌制的时间呢,就是 四个小时到五个小时 时间长一点点,不要腌制 好,把它慢慢的腌制 好 好,现在我们进行第二步 第二步呢,就是这个 鸡鸡的,就是这个鸡鸡的老鸡 可以用到呢,就是 它在锅里放 可以给四两盐 三两味精 三两盏 三两盏 有一斤这个 草菇老臭菇 用的是反性牌的 还有大料 大料呢,就是 这个大料就是我刚才用这个 说这个 腌制老汤用的这个大料 这个大料呢,用这个 三四四 就可以再放鲜了 因为它的香味就没有了 还有呢,就是需要这个 这个猪骨头两根 我这个已经 这是从市场上买的 这个骨头已经 让它这个用炸刀 这个炸过了啊 这样容易这个 容易出味 还有这个是从市场上买的这个 这个鸡架子 骨头呢,用两根 鸡架子用这个三个 就可以了啊 然后,我们把它放在锅里 好,这个锅已经开了啊 它这个时间呢,是 大火开上这个十五分钟 然后小火慢慢的就 就让它炖 嗯,时间呢,是 两个小时 或者是三个小时 时间越长越好 但是呢 嗯,别让它 就是水少了以后 注意夹子得 别让它很少 好,让它慢慢的 好,放 好,我们这个鸡刚煮的时候 就可以处理一下 然后把这个头啊 你看,嗯 塞在这个 我们 我们 这里叫激素 好吧 塞在这个空里边 腿呢 塞在这个 肚子里边 嗯 为什么这个时候弄呢 因为 比如说你煮好以后 它就定型了 煮的时候呢 这个皮 不要煮破了 放在那里 你麦的时候呢 哎 有个 这样麦相不好看 有个破的话 但是炸的时候就无所谓了 炸烂了也不要紧 炸烂了以后 这个地方 滑上几刀 然后 撒上子烂盆 啊 炸之前呢 滑上几刀 往锅里边炸 炸完之后呢 撒上子烂盆 就OK了 到这炉之前 先把这个枣 撇一下 嗯 撒上子烂盆 那是人青的女孩 和你水中的 放在那里 一夜和你活着的仰望 满天 迷人的星光 谁能走进你的心房 彩下一朵 有叶子烂盆 还是你的霸香味 这盘好的鸡也烫了 OK 大火5分钟 鲜花 大约20分钟左右 这个皮肤又做错了 这个是煮完以后的鸡 不许多余